洞中的艺术是大熊猫福宝无言的美 在这幽深的神树瓶大熊猫中心 它像一幅灵动的画作令人沉醉 福宝的举止优雅 眼神深邃 它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自然的韵律 在这宁静祥和的天地间 它展现了大自然的馈赠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奇迹 福宝 这个响亮的名字 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它不仅仅是一只大熊猫 更是自然与艺术的结合 代表着大自然中最原始和纯粹的美 在这个人类活动相对较少的地方 福宝成为了自然的宠儿 是大自然郁郁处的珍贵艺术品 在福宝大院中 福宝的每一寸肌肤都闪耀着自然的柔和光泽 它的皮毛犹如天宫开悟般完美无瑕 白中带有一丝浅宗的斑纹 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它那深邃的眼神中 透露出一种与世无争的宁静和淡然 仿佛已经超越了世俗的纷扰与喧嚣 在洞穴中 福宝的活动充满了诗意 它悠然自得地游走在岩石之间 那份灵动与矫健 如同一幅生动的国画 每当它吃力地挥舞着手脚爬到树叉上 人们都为它那份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所感动 它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真谛 也向人们展示了大自然的神奇与伟大 而当福宝在安详地休憩时 它的美更是如诗如画 它的身姿宛如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 静静地躺在洞穴的角落里 它的呼吸与洞穴的气息相互交融 仿佛彼此已经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此时的福宝不仅仅是一个个体 更是自然的诗篇和生命的画卷 与此同时 福宝的身上还承载着人们的希望与期待 作为大熊猫这一宾威物种的代表 它的存在不仅为神树瓶带来了欢乐和慰藉 更唤起了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和保护意识 每一次我们来到神树瓶 看着福宝那纯净而温顺的模样 都会心生感慨 保护大熊猫就是保护自然 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大熊猫福宝的美 不仅仅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 更是一种心灵的洗礼 它以自己的方式 诠释着生命的真谛和自然的伟大 让我们在欣赏它的同时 也更加珍惜和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这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自然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比大熊猫福宝的美 更加珍贵和宝贵了 愿我们都能为保护 这一美丽的艺术真品而努力 为大自然谱写更多的诗篇和画卷 感谢观看